对对对 日本女生的化妆包 这也有些心机对不对 周慕小姐 对 日本女生的化妆包 其实日本女生的化妆包 不能只是化妆包 里面一定要有一些东西 是要可以应付突发状况 那比如说你今天 突然间跟那个男人去约会 然后约会之后气氛不错 你就要去他家过夜 不会有那个东西吧 第一个啊 是那个厕所喷雾 就是如果你去男生家上厕所 之后你可以拿这个来喷马桶 因为大家很注重形象 对对对 可以喷一下吗 什么味道 其实就是那种 薄荷的味道 可以可以往后喷一下吗 薄荷柠檬 柠檬香 小微 好闻好闻 好好闻 清晰 清晰 这专门喷厕所的 对 专门喷厕所 然后而且是膝带型的 就是都可以带着 好舒服的味道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啊 就也是心机很重 这个是那个 无邪婴儿香的粉铺 因为呢你们就也是去男生家过夜有时候 你帮他拿一下麦克风嘛 哦 没关系 就会换那个 不好意思 就会换那个 你就是会换比较轻便的衣服啊 比如说one piece啊 或者甚至会穿 男生的短袖T恤 会露出手脚嘛 那这个时候 你也希望你的手脚是粉嫩粉嫩的 那这个就可以拿来铺你的手跟腿 然后呢 香味是婴儿的香味 婴儿香味超恶魔的 婴儿香味超恶魔的 超可怕 但美人姐的腿已经很漂亮了 所以其实铺上去 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它很香 是婴儿的香味 不是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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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干嘛 婴儿的香味 好香哦 像爽生粉的味道吗 对 它就是比较无邪 因为有些男生不喜欢 女生的香水 对 对对对 所以这个味道的话就很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它叫我们baby就刚好 对 真的耶 嗯 我们舒缠了嘛 太恶魔了 太恶魔了 很香 又兴奋 又兴奋 真的像婴儿爽生粉 对 这蛮厉害 摸手看看 这其实就婴儿爽生粉吧 可是爽生粉 就婴儿爽生粉 可是爽生粉 你抹的话会 白白的 就是有点修饰的功能 然后让 有止汗的功能这样 还有止汗 对 有止汗的功能 夏天的时候很适合 这什么事 还好吧 发生什么事 我喜欢我自己 这个味道就是真的 其实就是睡觉前 也不会觉得太刺激 这个不是香水味 它其实 它真的是一个好 它会觉得你 baby的味道 洗澡洗好干净 没有 你是一个好干净的女孩 因为这个粉本来就是 没有 就真的不是庸汁 薯粉 无邪念 而且它强调婴儿也可以使用 哇 你想想看 你抱一个这样子的女人 天使 天哪 天使 完全没有邪念 所以我们很多女生 以为说全身 撒香水给人家抱 其实人家 呼吸是很困难 对啊 会觉得太香了 好吗 好吗